北京时间4月2日 中国驻德国大使吴肯在接受中国新闻网 中国侨网视频连线专访时表示 外交为民历来是中国外交一贯的宗旨 推动德方为旅德中国公民提供公平待遇 是大使馆的一项重点工作 疫情发生以来 我们大使馆和驻汉堡 慕尼黑法兰克福和杜瑟尔多夫总领馆 同德国的各个有关部门 以及各个地方 我们加强沟通协调 我本人几乎每天都跟德国的总理府 外交部 卫生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保持热线联络 主要的目标啊 其实就是要推动德方 为我们旅德的中国公民提供同等公平的待遇 因为我认为这是我们大使馆 必须做的一项重点工作 吴肯介绍 中国驻外机构每天通过官网和微信公众号 整理发布德国疫情报告 中国抗疫情况 德国当地的就诊指南 云医疗服务等重要信息 以提醒在德中国公民加强防范 同时 使馆也提醒同胞要冷静科学地看待疫情 严格遵守当地的防疫规定 积极开展自主和互助 三月下旬 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领区某语员学校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据介绍 学校共18名学生检测结果为阳性 集中5名为中国籍学生 确诊的中国籍学生均未轻症或无症状 此前根据德方相关处置流程留在学校隔离观察 我们驻法兰克福的总领馆 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第一时间和学校和校方取得了联系 要求校方密切的关注 我们确诊的中国学生的病情发展 做好对他们的治疗工作 同时对其他的中国学生 因为这个学校还有不少中国学生 要给他们进行隔离 及时的提供检测 同时要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 包括心理疏导 我很高兴的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告诉一下 他们在国内的家人 刚刚在半小时之前 我得到一个检测的结果 对五个同学的检测结果 现在表明五个同学都是阴性 如今新冠肺炎疫情 在德国的发展形势日趋严峻 当被问及在德侨胞和留学生 是否需要回国时 吴肯表示需权衡两方面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住在国的防控体系 防控措施 以及医疗水平 它是不是有效的 是不是管用的 能不能符合相关的这个疫情的需要 从这个角度上看 我认为德国的这方面的基础和水平 应该在全球是比较靠前的 另外一个因素需要考虑的就是 在回国的旅途当中 这种交叉感染的这种风险 所以我由此希望我们的学生们 还是能够客观的 理性的科学的看待这个问题 把各种风险给它权衡好 分析好 当然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 我们大使馆都会提供权力的支持 谈及中德经贸合作议题 吴肯表示 短期来看 新冠肺炎疫情下 两国经贸合作确实受到了一些明显影响 但从中长期来看 两国的生产和消费在疫情得到控制后 将会有一轮强有力的补偿性反弹 中国目前正在全面的推进复工复产 德国也在不久前 史无前例的出台了一个总规模 达到7500亿欧元的一揽子的经济措施 此外呢 这个疫情期间 中德两国企业自发的进行 相互之间的进行互助捐赠 这也充分说明了 两国经贸合作是非常的友好和紧密 这个在疫情之后 我相信他们企业之间的这种合作 会进一步的紧密 那么疫情之中 催生的一些云会议 在线办公 也将是中德未来合作的一些新的方式 医疗卫生 数字经济 也会有很大的发展机遇 所以我相信 中德的经贸合作的动力和潜力 在疫情之后 会不断的得到释放